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最后一个logo 如果后面你们有什么想做的或想画的 那一个可以留言给我跟我说 或者你想发 反正你看你喜欢用哪种方法 也可以发那个图片在我邮箱那边 然后今天画的一个 那个画的一个logo 就会更多用一个钢笔工具 我想多一点就定量练一下你们那个抠图 其实我想用这种的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比较不好找 我先找一些象征性比较强 你们比较好弄 本来想那个比如说像 这里想做一个那个什么 就那个渐变的 但是做我怕做的不会太像 但是如果你们要做下面留言给我 我就故意开启 然后做一个这个呗 然后做一个差不多吧 反正百分百一样的话也可以 反正就是时间问题嘛 调色因为我个人设感不是特别好 好 那个就做一个小熊猫熊猫的话熊猫呢 我不确定啊 对下面就是有一个www 那我们就弄一个熊猫算了吧 好吧 因为那个方向这个字体你们现在自己都知道怎么弄了 反正选核式字体放上去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就先画一下这个熊猫 那我把它放大一下 然后让那个图片像素高一点 呃就是说把controll 然后滚轮一下啊 那个像素像素啊 然后要那一个拉一个矩形M或者什么的也可以 然后两个一起选上右键MAC mask 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干笔抠了 那个抠干笔的一个图 其实这个的话记得还是从一个端点开始 那我们在这里抠怎么样 呃黑色这个一块对吧 上面块白色对吧 呃然后1234然后5对吧 然后第六块是白色对吧 啊五块黑色呃一块白色那记得一个图身感觉好 一样也是那个我就那个快速抠你们就那个练习 然后我呃反正这段我会那个加速一下 然后去啊好记得这个也关掉 然后就你们呃自己多练习几面多抠几个图 然后最后最好抠个五六个这样子哈 把干笔工学也练熟了好 好 好了你们现在就能看到了对吧 然后刚刚你们可能看到为什么白色那块没有变色对吧 我是这样子就我是说熊猫这个小块其他都黑色的吗 对吧 刚说过五个黑色一个白色 那就这样子整个拉上 然后按着shift 然后把这个取消选择对啊 按着shift就反正就跟商店软件不一样 然后黄色黑色什么都可以你们随便换 所以这个就一个选择的问题 好 那个你们多练练那个钢笔工具 然后或者有什么想跨的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我可以看着你们的需求 然后再去那个调整好 那个今天的那个呃练习就到这里 然后后面应该可能会找一些小册子 我上网找一些册子 然后就像这样子谷歌你们可以接收 然后就照着量子去磨啊 这样子好 那个今天的就课就到这里好 谢谢大家